今集沖繩背後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尹家俊、巴薯 做我們今集的訪問嘉賓 家俊, 你好, 你好 相信很多朋友都未必認識 你的職業是什麼 就是職業馬返 可否跟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職業馬返是什麼一回事 其實馬返的工作 在華人裡面比較少 外國很流行 回到香港, 幾隻手指數 華人誰在做馬返 馬返日常的工作 就是跟馬主和尼馬斯溝通 過往通常馬主要在香港財賣會 抽出許可證, 馬匹入口許可證 抽到之後 通常會找尼馬斯去幫他們 密食世界的糧區 然後引入香港, 競賽 但是我們的工作就是 方便了煉馬斯和馬主 幫他們 首先在外地找適合的馬匹 然後推介給馬主 以及推介給煉馬斯 他們如果額頭 或者覺得一匹馬有質素 馬主就會投入 其實日常工作主要是聯繫雙方的關係 如何選擇得好 似乎馬返是練馬斯和馬主之間 一條很重要的橋樑 剛才言談間聽巴嫂說話 都非常厚似凌鳴 我知道你做馬返之前 跟傳媒工作也有些關係 對, 本來我讀大眾傳播 讀新聞 機緣巧合在90年代尾 去了電台 做電台是《風波女的茶杯》 很出名 當年很出名 很火龍的節目 對, 很多節目很厲害 主持鄭大班 曾經有一個綽號是 10點前特首 就是我們那一項做出來的 是 其實除了他之外, 黃毓民的七宗水 當時也有幫忙 還有李必審, 很多 很多… 很多… 有機會之後 跟馬會的市場 辦了電台節目 即馬會辦了電台節目? 對, 有一個節目贊助你 只是在週末工作 如果你記得當時的主持 是鍾麗芳和馬會 是嗎? 對, 曾經在… 前女騎師? 對, 女騎師 還有一個是江碧瑋 是 有客廚來做節目 在電台 雙方都挺開心的 因為好像玩了 有請馬主上來 又說說世界的馬匹 但是我做到差不多之後 又覺得那次沒什麼突破 就是想做一些神經病 沒錯 對, 辭了工作 就在電台跟那項台長說 我也是去英國讀書 我不做了 然後他說你讀什麼? 我讀賽馬 我偽然不做電台的工作 就說我要決定去外國 闖一闖接觸賽馬的資訊 或者其他方面的東西 因為當時做過賽馬接觸電台 我覺得自己越做下去 好像覺得不夠了 越來越專業買 對, 比較要更專業 所以我去了英國 我原本是想讀獸醫 到了第一年之後 我就覺得好像又… 又不夠了 對, 我說沒什麼特別 因為獸醫的分量 第二年會分貓狗和賽馬 是兩個不同的 賽馬就是牛科和馬科是同一科 另外貓狗在第二年會分子 只能夠兩科選一科 對, 選一科 但我覺得… 我再看旁邊 我們相同的, 有些叫配種課程 我想也沒想過 是可以讀配種的 在英國, 最後我就轉科 我由首爾科科轉去讀配種 一讀, 其實就… 年就不太多年了 兩年再加年實習 學會了很多手機的東西 譬如你如何配一隻馬 他出生, 你要幫忙, 如何照顧 而且小孩出生後 你又有什麼照料 很有趣 在英國也學了一些 有些實習的經驗 還有配種更多了更多的知識 實戰經驗 其實在外國有否可以分享 有的 新宣史 有的, 最初我讀完之後 我…因為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賽馬重鎮, 在英國一個地圖 誰是最好的呢? 當然是紐馬騎 那就去了紐馬騎? 紐馬騎是在英國的東面 另一個重鎮就叫南部 南部在南面, 失石沙面 我選了紐馬騎 跟著年馬騎去學習騎馬, 操馬 沒錯, 騎馬 騎馬這個, 最初學校我才開始學 所以其實… 去到當地你才學怎樣騎馬 對, 沒錯 你配種在英國學的時候 學配種的知識 當時還未實戰 有同一時期可以學騎馬 會學騎一騎, 但去練馬師又再… 再真的要騎那個競賽馬 因為不同的 我們通常學騎馬的人 首先學跳嵐 其實我開始學跳嵐 開第一時間要學跳嵐 一定是 這麼刺激 對, 一定要做花圃 走怎麼去… 走步 走步八字 然後最後學輕度的跳嵐 跳嵐 看一隻馬叫做… 你怎麼引導隻馬去受你指揮 對, 這個是基本的 學完之後 其實馬術馬和競賽馬是不同的 兩回事 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速度感相差很遠 我去到新馬騎的練馬師 我第一天說 明天你和我一起去騎馬 那天是星期日早上 我說我剛剛在學校 學過基本的跳嵐 我都認識的 叫做快跳 他說這樣就行了 你和我一強 我帶你去操馬 他就說你跟著我 在這裡, 按摩上去 我說我看不到你跑道 在哪裡? 你看到跑道 左右有兩個白色圓圈的點 就是跑道 我去, 我說 我上去 他說你準備好了嗎? 他就跳嵐馬出去了 我迫著要踢一踢他 然後上去 我走到一半都不夠 我已經手震了 我說我按摩上去 很震了, 我怎樣呢 坐山很高 他上去, 他說你跟著我來 拍攝我們半個身 我拍攝, 最後到我拉停 我說還沒到, 我還沒到 第一次騎, 別跌下來 跌下來以後就不讓我騎 然後騎著, 騎著 然後他說 他說你喘氣喘得這麼厲害 我說我沒騎過 我還… 我的檔是中檔, 也不是短檔 我說我騎了幾個 他說二千米 就是山旁邊繞過去的 繞過山, 你站了二千米 我騎完那次之後 我落地上的腳也震了 不過在英國就操馬操… 每一匹馬操要操一個半小時左右 其實也比較長時間 所以早上你可能操三隻至四隻 這樣就完結了 消耗體力的工作 對, 沒錯 聽你說拆騎方面的經驗也不少 至於配種方面 有什麼特別的事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在英國跟過幾個練馬師 學了之後 每個馬房都練馬的方法不同 譬如鄧陸普那些 超過二百隻馬的馬房 最後我回來香港 考騎馬人儀 但是機緣巧合之下 就做了馬會的市場 但是最後我去了馬房 裡面做實責 多虧大家都認識的大衛希斯 是, 希斯, 師傅 引戰我, 就去了寧西 就跟他學馬匹配種 以及跟他的助手 Tony McAvoy 就學練馬, 做建築夫 即是在澳洲跟澳洲練馬師 大衛希斯學習各類型的工夫 配種的時候 就在這個叫做摩倫國的地方 就幫他的馬匹 由這個叫做血統配搭 其實很累 然後配搭 對, 配搭 對, 過程 簡直就是… 就是你要分析他們的血統 怎樣去哪個血統 跟哪個血統配合在一起 因為其實有這隻馬拉 他們通常會打電話去牧場 就說我想預約這隻馬公 就在馬公裡服務我們這個主席 就看看他的預約怎樣 你選別人的馬公 別人都會選擇你的馬拉 有什麼血統 或者財積好不好 因為他刪了一隻馬出來 如果成績好 會令他的馬公的配種費 下一年會上升 所以就是你選我, 我選你 通常很多人都… 有名的那些以前 Dang Hill 或者Encosto de lago 這些當然就是天價價錢 很多人都說不要緊 因為客人多, 他們可以選馬拉多些 有些就沒有 有些可能一年只配過三十隻 或者六十隻 那些可能沒什麼機會選 價錢比較低 其實在過程中學了很多東西 為什麼跟著獸醫 譬如配一隻馬 配完怎樣, 牠什麼時候受孕 受孕後, 譬如上年配那些 今年要生的 又要幫忙照顧寶寶 就是要關注整個生產的過程 對, 沒錯, 生產過程 你說得好 是 你在英國學過配種 馬匹配種方面的知識 另外在澳洲也做過一些 拆騎的訓練 有去過馬房裡面 跟大列馬師道學習 但為什麼之後做了職業馬反呢 其實我一向不是想做職業馬反 對… 那段時間裡 你純粹是陰差洋菜 學了很多關於馬匹的 對 拆騎的經驗 對, 我本身是想在香港做練馬師 我真的最想做練馬師 所以我過往的訓練在英國和澳洲 是怎樣練馬和馬匹食尿 所以我跟在色列的冠軍練馬師 基華洛侯斯 那位冠軍女練馬師 我跟他做建築庫練 怎樣練一隻很好的馬 以及在拍馬會裡面 他教我拍馬會裡面 怎樣可以選擇好的周遂馬 我在不同的練馬師上學了不同的東西 看來聽巴蘇說 做職業馬反之前 原來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 去學習怎樣走這條 關於馬圈方面的路 原來看馬方面也很考眼光 究竟怎樣考眼光呢 我們下集回來再跟巴蘇談多點 在結束後